大谷祥平在加盟记者会上穿上17号球衣 并戴上球队帽子正式加盟稻奇队 双方签下10年7亿美元合约 除了天价的薪水以外外界同样好奇 大谷为何选择披上稻奇的战袍 大谷也在记者会上说明 是因为稻奇队展现夺冠的好胜心 虽然大谷祥平签下天价合约 然而棒球界对此看法却是两极化 由于大谷祥平的7亿美元合约中 有6.8亿都将延迟支付 联盟盒工会计算出大谷合约限值 实际上每年只有4600万美元 不过大谷祥平本人对此则是 抱持相当正面的态度 也展现出他的团队精神 竞争平衡税就是所谓的豪华税 是为了避免大球团运用资源优势 砸大前签下比较有实力的球员 造成竞争失衡 而由于大谷祥平的合约中有延迟支付条款 不但借此降低球团需支付的豪华税 现有的资金也能够挪用签下更好的球员 而他的球衣才开卖两天 就打破足球巨星梅西和西螺的记录 为球队赚尽大笔收入 大谷祥平和道齐队现在可说是双赢的局面 环宇新闻陈毅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